MT-07 從去年前的MT-07之後 歷經的11個月 我們一起到過無數個地方 但平下沒有不善的練習 在一起走過16819公里之後 是時候說再見了 再見了 母親RO5 沒錯 今天我們要來換輪胎 在經歷了16819公里後 原廠配置的米其林RO5 到了下課的時候了 前輪的狀況是這樣 明顯的已經磨到了安全指示線 而且有些地方已經開始出現所謂的翻開的情況 而後輪是長這樣 雖然中間好像距離安全指示線 還有一些胎肉 但是為了行車安全 所以決定今天還是一次前後胎全換掉 至於今天要換什麼輪胎呢? 就是更進化的米其林RO6 至於為什麼這次會選擇米其林的RO6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CP值 以長途旅程和通勤為主要需求的我來說 原本的米其林RO5 可以騎到16819公里 才磨到安全指示線 這樣的效果其實是非常划算的 加上在思考要換什麼輪胎的過程當中 無論是上網查資料 或是請教其他的車友 大家對於可以騎到這樣的里程來說 都覺得差異 綜合來說 米其林RO5 非常符合我的騎乘習慣和需求 剛好就在今年 台灣米其林二輪引進的RO6 在官網上標示 比起上一代的RO5 增加了10%的使用壽命 腦海中開始打起算盤 所以預呼這套RO6 可以使用到18500公里 CP值非常的高 再來就是安全性的原因 身為一個不管是晴天還是雨天 只要有時間騎車就會出門的人來說 下雨天輪胎的抓地性就非常的重要 而RO6在官網也指出 相比RO5高了15%的私地抓地性 這對於常常在雨天騎車 可以增加安全性 也是選擇這套輪胎的原因之一 以上就是我對於米其林RO5 使用結果的分享 還有為什麼選擇 米其林RO6這套輪胎 未來再分享對於這套RO6的使用情況 給大家參考 走吧一起騎車吧 在哪里 在那邊 換上 第二 未來 沒想到 任由 會